觉醒圆满 精进修行,需要智慧与悲心 仪式修成,靠的是恒长的愿力和善心 所以,善男子、善女人 很容易修成空性无我 仪式修成 慈悲是佛教的基础 智慧是佛教的绝海慈航 将慈悲心发起的一切善行 用智慧来利益众生作为目标 真修实修,发自内心的觉悟 自觉自愿地修正自己内心的血丝邪见 无我利他的去帮助别人 一切善行善念都是从本性自信里流露 没有目的的慈悲 就是包括了慈悲和智慧两个方面 师父曾经跟大家讲过 慈悲和智慧是鸟之双翼 车之两轮 悲之双运 才能在修心中不断地平衡 成就自己靠卑制 利益众生靠卑制 真修真德 就是在智慧和慈悲当中 修得真道 成全大臣菩萨道 自觉觉它 觉醒圆满的过程 就是离不开慈悲和智慧 学佛之人 要学会真实妙观 学佛不单单是从文字上弄通 不能把佛法当成纯粹的知识来记忆 嘴上一套套 最后自己学得云里来 雾里去的 只是自我感觉很好 学佛的根本 是要在践行中 单单学知识性的理论记忆 把佛法当成练习文字的功夫 不懂得妙用佛法 等于梅学 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功课再好 毕业之后 没有工作实践经验 哪个公司都不会要他的 学佛也是一样 想出来佛理很好 但别人搞不明白 这样怎么来救度众生 学佛人要练习观察 对经教的含义 践行在生活中 生活佛法化 理解要圆融 生活要学会包容 放下为通融 你就会慢慢在践行下 修出功夫 没有践行的任何佛法知识 只是一种文字 不能用在生活上的佛法 你照样会在生活 工作中还是烦恼一大堆 所以我们要学会对佛法 学了就要用 生活佛法化 每天做菩萨 要用佛法 要用佛法在人间 智慧充裕不等闲 红尘世界不晕悬 修出真道 佛心献 学佛要用真实 要用妙观察制 去除妄心 制止散乱之心 唯一一处 等到功夫深了 慢慢降服自己的妄心妄念 用佛菩萨的般若智慧 来看红尘世界 就会得到真实妙观 万有诸法 都是缘起的产物 既有当下真实存在的一面 也有未来无穷变化的可能 用现代话讲究是 什么事情都有它现实的一面 客观的现象 又有它自行变化的一面 认识到缘分是无常的 客观也会变化 缘分生灭不止 意识不可能停止 只有用自己的 放下我执 放下我执 无所谓 我眼云烟 去轮回 转凡成圣 改思维 所以 不要因为自己的三独心执着 被某一件事情刺激 过分执着 被自己的第六意识所控制 不断的 不断的妄想 逐步成为自己的一个妄念 储存在八十田中而不得改变 认为它是唯一 我们只有调伏自己的身心 不要让自己的心起伏不断的妄想 要进化成清静无为 从感情转化为理智 从理智转化为空性智慧 这样 你就不会被自心的执着和三独所控制 你以后 看任何事物 都会有一种辨证的心态 举个简单例子 今天你的孩子 跟别人一起 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 如果 从第六意识 你认为这个孩子学坏了 跟别人一起偷东西 这种妄念 使你不停地执着 你的恨心 你的愚痴 会让你甚至要放弃教育这个孩子 你的孩子和别人一起偷东西 别人被抓进去了 你甚至心里会想 为什么他不跟着一起被抓进去 其实 你就是在执着妄念中 你没有看到 你孩子会变化 孩子 本质上还是好的 只是一时糊涂 真正有智慧的人 要用无常观 净化自己的妄念 我这个孩子 我教育这么多年了 在家 也没有偷过 你就会慢慢清醒 这就是 清静无为 看到这件事情的本质 你还会想 我们夫妻二人 都是学佛人 我们可以念经求佛 就会想 再继续教育它 将自己的情绪 转化成理智 最后 心里想通了 就是空性 你自己也放下了 你的智慧 就会产生 缘分生面 不会停 意识杂念 不会止 调伏自心 去我止 转化清静 是佛智 请不吝点赞 订阅